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发现大量星星,组成30光年宽的星团,其来源不明,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及轻易地发现了这些星星。 据天文学网站太空Space,12月5日报道,这些星星似乎在等待被人发现,因为科学家使用最基本的位置与距离比较法及轻松地鉴别出这些星星的位置和范围。 因为该发现属于欧洲盖亚太空望远镜的观测项目,所以科学家将这些星星聚集成的星团命名为代亚一星团,JIA1。 盖亚一星团有30光年宽,很大很亮,科学家表示,以前人们对该星团所在的空间不知研究了多少遍,也没有发现那里有如此多的星体。 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多少代的天文学家都一定注视过盖亚一所在的空间,但都没有看到它的存在。 星团是一图,图为疏散星团NGC4755,可见其中恒星发出美丽的光NASA,来源不明。 科学家无法确定盖亚一星团的年龄,成分及来源。 物理学网站Foice Og9月报道,这是盖亚太空望远镜在今年5月份首次发现的星团。 盖亚太空望远镜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各种星体的质量,因此科学家测得盖亚一星团与地球的距离为一。 5万光年质量相当于2,2万个太阳。 但是科学家无法判,断其具体年龄起初认为盖亚一星团有63亿年之久,但是随后的观测数据显示其年龄应该约为31年。 科学家也无法确定其中的成分,推测那里的星体可能富含重元素。 银河系侧面观为扁平原盘撞NASA。 报道说,兰卡斯特大学Lankiston University的天文学家安德烈斯路长NDRES-Hogg描述, 已在在亚一星团所喊的四颗红举星之中测到14种元素, 如鲤、链、氧、铝、铝、钵等。 这些元素成分提示,这些星生星体的总值量很大, 而且这些元素可能和银河系的尘埃盘有关。 但是科学家强调,目前的天文理论无法解释在亚一星团的形成级来源。 银河系不断发现新天体。 银河系中存在各种神奇结构,如费米炮是一对加码射性炮。 在观察视野中,费米炮像两个异常明亮的灯炮, 拿撒高着太空飞行中心。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银河系出现各种出乎意料的星体, 如二,两万光年远之外的一颗巨大行星, OGO-2016BLG-1190LB, 其尺寸和质量之大令科学家困惑。 因为按照目前的恒星和行星定义, OGO-2016BLG-1190LB的尺寸可划分为何矮星, 但是质量又不大符合何矮星的级别。 2016年7月, 天文学家说银河系中心发现一个奇怪的X型结构, 里面含有古老的星体。 参与观测项目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天文学家达斯丁圣阿斯顿乱解释, 通过广域红外寻天相机WARCE观测到银河系中心存在一个螺旋形扁平圆盘, 它有四条旋臂, 看起来像是一个四方形花生豆, 这种神奇的形状与整个星系扁平形相比, 非常显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